我祈祠及圣神赐免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的基地同在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从四旬期开始 救助朴熟 贤爱的准备圣救 今天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 协同整个教会开始信诸主基督的愉约奥基 也就是祂的圣死复活 正是为了完成这个奥基 祂才进入的圣城耶路撒冷 因此我们要怀得信心 虔诚地经验这个使人得救的事实 编腰失之追随主基督 同祂一起背负十字架 以求奔赏祂的复活的圣年 现在我在祝圣圣字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求你降福这些数字 我们用来欢迎基督圣王的圣字 也求祢使我们能追随祂 进入永恒的耶路撒冷 祂是天主永生永亡 我们来帮忙把圣字发给每个教友 我们来帮忙把圣字发给大家 我们来帮忙把圣字发给大家 来念一段天主的圣言 圣路加福音所写当时的 迎接耶稣基督萨耶路撒人圣神的这个实话 愿主你们同在 你的心里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那时候耶稣领头前前 尚用杀人 快到北德法阁和福大尼 在一座棉礁甘南山那里 耶稣派遣两个门徒 说你们到对面这个村庄去 一间村就会看见了一批穿着的旅具 从来没有人习过的旅具 穿在那里 把它解开 看来 如果有人问你们说 你们为什么把它解开呢 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他们就去了 所遇见的正如告诉他们的一样 他们正在解开旅具的时候 旅具的主人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解开这个旅具呢 他们说主要用它 他们就把旅具牵来 把他们的外衣放在旅具背上 扶耶稣起上去 耶稣前行的时候 人们把自己的外衣捕在路上 当他临近赶南山下的沙坡的时候 群众族宗门徒 为了坚固的一些起义的事 都欢心地大声宣扬听主说 封圣主的免而来的君王 愿受赞颂 平安与荣耀 位于天上的自告者 人群中有几个法利塞人 对耶稣说 师父啊 请择持你的门徒吧 耶稣回答说 我告诉你们 这些人若不作胜 石头就要喊叫了 上旧的圣言 主我来赞美名 今天我们开始圣旧 我们居行圣旨主日 我们要居行圣旨的有行 就是刚才这段回里面 圣路加所写的 有关主耶稣光荣的 进入耶路撒冷 那么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就是一个精神里面 主耶稣用他的身份 就是摩西亚天主子 将生成人的天主 救世主的 进入耶路撒冷 以完成他的使命 他的工作 就是救世的工程 那么我们看到 耶稣勇敢地上前旧 而且在周围的人 众徒们及群众们 也大胜欢呼高兴地迎接 耶稣基督 这是一个事实 同时我们举行这个仪式 让我们能够学习主耶稣 和学习当时的所有的 迎接耶稣的群众 我们迎接主耶稣到我们圣堂里来 我们迎接主耶稣到我们的家里里面来 我们的迎接主耶稣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那么让我们也就用喜乐的信心 迎接主耶稣 因为耶稣的来临 就是要赐给我们福 这个天主的恩宠 我们高兴地迎接他台天的 以爱的 以高兴的方式 来赐给我们恩宠 所以让我们以高兴 以喜乐的信心 来参与这个仪式 要上过游行 同时在游行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 信求主耶稣降临 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要效法耶路撒冷的民众 向耶稣欢呼 请大家平安列队前进 现在我们随同神父 犹如当年耶路撒冷的群众 手持圣支 向耶稣欢呼 走向天主的圣殿 游行时 我们要唱当初犹太民 犹太民众欢迎耶稣的口号 赫三纳达味之子万岁 因主名而来的 是可赞美的 请大家唱 一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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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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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